丧尸病毒席卷世界 大部分人类都变成了行尸走肉 他们除了变得嗜血以外 依然保留着一丝人类的意识 机场的安检员还在像往常一样工作 清洁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不过这样的状态并不能持续多久 因为他们最终会变成毫无人性的古识者 丧尸还会像人类一样彼此交流 虽然他们所掌握的单词有限 更多的是眼神之间的交流 但依然能明白对方所表达的意思 特别是关于食物方面的问题 因为有着相同的目标 他们外出觅食也会选择结伴性 跟丧尸一样 隔离区幸存的人类也会时不时外出寻找物资 而他们正是失群猎杀的目标 同样是为了生存 今天人类的运气似乎不是很好 除了小美以外几乎团灭 而丧尸在吃掉人类的大脑后 就会继承被吃者生前的记忆 这只名为小帅的丧尸 在吃掉一个男人的大脑后 便拥有了他的记忆 同时也拥有了男人心里的那个他 就是这个唯一的幸存者小美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女人 小帅打包好味吃完的恋爱脑 接着便朝小美缓缓靠近 小美扔出手中的飞刀刺中了小帅 但这点伤害对于一只丧尸来说 就像刮沙一样 根本就阻止不了小帅的不滑 小美被吓得贪坐在地 然而小帅却并没有伤害小美 而是深情地喊出了她的名字 懵逼的小美当场懵逼 小帅看见有其他丧尸正在接近 便在小美的脸上抹了一些失业 失业可以完美地隔绝人类的气味 让其他丧尸不会发现小美 这个方法显然很有效果 她可以安全地在尸群中行走 小帅此次出门觅食收获泼风 不仅填饱了肚子 还白捡一个女朋友 就连负责安检的丧尸都羡慕不已 随后她把小美带到自己的豪华飞机公寓 小美害怕地哭了起来 小帅则是整理了一下帅气的发型 告诉小美自己并无恶意 可她毕竟是丧尸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努力说话的样子 反而让小美更加地害怕 小帅也看出了她的顾忌 于是就离开飞机 让她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为了能更多地了解这个女孩 她拿出刚刚打包好的恋爱脑吃了起来 得到一些记忆后 小帅便再次回到飞机上 她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不那么吓人 还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心意 随后更是拿起一张唱片 放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歌声代表着小帅的语言 小美的眼里满是震惊 这只丧尸究竟想干嘛 到了第二天 小美告诉小帅自己饿了 让她出去找点食物 小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她并不知道 小美只是想把她支开 然后趁机离开这里 她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够逃脱 谁知刚走没多久 就遇见了丧尸 她只好躲在飞机的轮胎下 可丧尸的嗅觉异常的灵敏 他们很快就嗅到了人类的味道 眼看狮群正在逼近 突然小帅出现在身后 她警告小美不要试着逃跑 外面很危险 然后又抹了一些湿液在她的脸上 虽然去除了人类的味道 但也别想逃过丧尸的眼睛 为了以防万一 小帅叫小美模仿丧尸的动作 在小帅的纠正下 小美顺利地混过了尸群 但她是真的饿了 于是小帅就拿出自己找到的食物 还有一瓶珍藏多年的啤酒 经历了这一次 她对小帅渐渐放下了戒备 一人一时敞开心扉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可当小美提出要离开这里时 小帅还是拒绝了 因为现在外面很危险 等到有合适的机会 小帅自然会带着她回去 没办法的小美也只好答应下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一人一时开启了没羞没骚的生活 他们时而在飞机的跑道上 体验速度与激情 时而一起听唱片 又或者玩一些好玩的小游戏 他们就像一对恋爱中的情侣一样 小美似乎已经忘记小帅是丧尸 由于丧尸不会睡觉 晚上小帅无时无刻不再看着小美 因为这样会让她感觉很安心 可惬意的生活终将被打破 这天晚上小帅突然发现 小美竟然不见了 她焦急地出门寻找 而此时的小美已经被尸群包围 她奋力地抵抗着 但奈何丧尸的数量太多 小美被一只光头丧尸抓住了 关键时刻 小帅及时出现救下了她 为了这个女孩 她甚至对同类大打出手 这波操作让她的好兄弟光头很费解 她觉得丧尸就应该吃掉人类 小帅刚想说些什么 却突然看见一只古尸者出现在不远处 面对这种无比凶残的丧尸 小帅只能拉着小美逃跑 但古尸者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猎物 他们好不容易躲过这一只 不料刚来到外面 却又被三只古尸者拦住了去路 这下肯定必死无疑 而古尸者正在缓缓逼近 看来无论在何时何地 还得是兄弟可靠啊 小美虽然有些抗拒 但眼下也只能相信她 可就在他们以为安全的时候 却又被一群丧尸拦住了去路 但这些丧尸不同于古尸者 看着一人一尸手牵着手 丧尸们似乎明白了什么 所以并没有为难小帅 他们就这样开着跑车 在古尸者追上来之前离开了这里 此时的雨下得很大 小帅想说些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们最终来到一个小镇 找到一间屋子暂时安顿了下来 屋子里刚好有一部照相机 两人就像恋人一样 给彼此都拍了一张照片 在睡觉的时候 小帅把一个手表放在桌子上 并且坦白小美的男朋友 就是被自己吃掉了 得知真相后 小美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在小帅的身上 她隐约感受到了男友的存在 而面对小帅的道歉 小美选择了沉默 将心事说出来的小帅如是重负 本来不会睡觉的 她却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小帅看到小美和她的男友 还有闺蜜坐在果园里聊天 她走上前 问小美能不能当她的女朋友 而小美并没有回答 突然小帅从梦中惊醒 她起身一看 发现小美已不见踪影 终究还是离开了 这一刻的小帅 反而轻松了许多 毕竟人类和丧尸 原本就不可能在一起 小美回到了人类的隔离区 而小帅也准备回归自己的生活 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只伤心的丧尸 可明明是丧尸 为什么在大雨中会感觉冷呢 突然光头带着一群丧尸出现在前方 原来在小帅他们离开后不久 光头无意中看到了一张手 牵着手的海报 这让她想到了小帅和小美牵手的样子 也让她回忆起了曾经的生活 小黑在光头的引导下 也逐渐恢复了记忆 他们都受到感情的影响 早已死去的心脏再次跳动了起来 这是变回人类的前兆 而古诗者也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诗群中竟然出现了叛徒 于是就将他们赶了出来 古诗者把一切都怪罪于小帅和小美 因为他们两个搞在一起 影响到了整个诗群 所以现在古诗者正在追杀他们 为了小美的安危 小帅决定前往人类的隔离区 但一只丧尸势力单薄 于是他向光头寻求帮助 就这样 在小帅和光头的带领下 诗群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出发了 他让光头在外面等待 自己先潜入隔离区找到小美 通过小美男友的记忆 他找到一条通往隔离区的密道 在帽子的掩护下 小帅并没有被发现 而且他的身体也在发生变化 不久之后 他便来到一栋豪华的别野前 这正是小美的家 没想到还是个富婆 不知蹲守了多久 小帅终于在阳台看见了小美 看到小帅 小美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小美打开门接纳了小帅 还主动上前拥抱 他感受到了小帅的体温 小帅也告诉小美 他们中有很多丧事 也在发生变化 还把古诗者 要追杀他们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到这里 小美决定去找父亲强哥 因为他是隔离区的安保队长 可他们并不知道 古诗者大军 已经朝隔离区蜂拥而来 而小美的父亲 也并不相信他的话 无奈之下 小帅只好亲自出来对质 虽然在来之前 他已经化好了妆 但面对这个陌生的男人 强哥一眼就看出来 小帅是丧尸 并且将枪口对准了他 他根本就不听小帅的解释 眼看就要扣动扳机 小美的闺蜜 及时出手制止了强哥 两人趁机离开 来到体育场 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丧尸 他们都是正在改变的半感染者 突然上面传来恐怖的嘶吼声 原来古诗者已经来了 随着玻璃的碎裂 古诗者大军从天而降 一场丧尸与丧尸之间的内战随即打响 他们的目标是小帅和小美 两人只能选择逃跑 而人类大军也在此刻赶到 看到眼前的一幕 懵逼的众人瞬间懵逼 人类的心中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于是纷纷加入与古诗者之间的战斗 而小帅和小美在逃跑的途中 却被一群古诗者拦住了去路 他们推开一扇门 发现前方已经无路可逃 眼看古诗者正在逼近 小帅选择了一个浪漫的逃生方式 由于缓冲力不够 小帅撞到了水池底 好在小美并无大碍 看到小帅迟迟没有出现 小美很是着急 随即潜入池底将小帅拉了上来 而小帅也在此刻恢复了意识 经历了生死逃亡 两人深情地啃在一起 小帅的眼睛也恢复成了人类的样子 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小帅 开枪的人正是强哥 显然他并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小美极力解释 而小帅的伤口却流出了鲜血 要知道丧尸根本不可能流血 看到这一幕 强哥一脸震惊 内心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 士兵们都放下了枪 人类阵营接纳了小帅 在电影的最后 半感染者和人类站在同一阵营 剿灭了所有古识者 古识者不同于普通丧尸 他们已经无法变回人类 漏网之鱼也因为找不到食物而被饿死 半感染者开始学习人类的生活 城市开始恢复如初 光头因为一伞之缘 跟小美的闺蜜走在了一起 小帅已经彻底变成人类 两人在夕阳下洒起了狗粮 在他们的见证下 隔离墙被炸毁 这也预示着丧尸时代的结束 原来爱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感谢观看